不可以穿校服的学校二 那个女同学用愤怒的眼神看着我 那个男同学没有注意到 男同学对我说 没事不用穿 但校服一定要戴 男同学走开了 那个女同学走过来对我说 放学后别走 我答应了他 马上到了放学时间 其他人都走了 只剩下我和那个女同学 那个女同学说 可以把你的校服给我看看吗 我问他 为什么要给你看看 那个女同学似乎没有意识到 我会问这个 急忙解释道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校服 和我的是不是一样的 我半信半疑将校服给了他 那个女同学又说 你转过去背对着我 再把双臂张开 那个女同学竟然 把校服穿在了我身上 这时我想起了同学们说的 一定不可以穿校服 我连忙将校服脱下来 我对那个女同学说 你为啥要这样 你同学冷笑一声 还不是你找轩女谈话 我说 那你也不至于这样啊 现在好了 我可能会凭空消失了 我回到家 和妈妈说了这件事 妈妈叹了一口气 拿了一个玉佩给我 说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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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